大家好 这次和大家分享一套关于wordpress网站加速的经验 wordpress网站想要变快 它需要一套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涉及到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 早在2014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关于wordpress和Avada主题全方位加速的一个文章 当时也是通过全网搜索 但是可用到的信息并不多 我也有wordpress网站 一有空我就去研究怎么才能让它变得更快 让网站变得更快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年甚至每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把这些新发现在自己的网站上去尝试 有的能行 有的不能行 这套课就是我总结和积累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 要让网站变得更快 网站内在的修炼也是很必要的 比方说代码和图片 特别是图片的优化 这套课也有几节课是关于图片的 从最基础讲起 包括photoshop图片处理 还有根据实际用途选择对应的图片类型 外在的速度优化 包括云存储还有CDN 当然内置的缓存插件也是要讲的 完整的课程内容 请大家看目录 这个目录只是现在的优化方案 以后我再发现新的好用的方案 我还会追加进来 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直奔正题 先说说网站在打开的这个瞬间 它是怎么工作的 它的流程是怎样的 有的网站 输入网址一打回车 几秒 差不多一两秒就能出来 有的网站 打回车之后需要等四五秒 才出现一个框架 还需要转啊转 转了半天才出来图片 有的网站需要转二十多秒 才能彻底加载完成 输入网址打回车 这个瞬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影响速度和响应的时间 因素特别多 我们来仔细的慢慢的分析啊 简单的说 一头是用户的电脑和浏览器 另一头是网站所在的那个服务器和网站 要把这两头进行连接和传输文件 要把服务器上网站的一些数据 下载到用户的电脑浏览器里面 并且运行执行里面的程序 才能看见网站的样子 首先是用户的电脑这头 它的电脑速度要快 浏览器是标准化的 比方说是谷歌或者是火湖 用户上网的宽带也要快 兼容性要好 另一头是网站所在的服务器 或者是虚拟主机 它的带宽 还有操作系统和环境都会影响速度 说完两头再说中间的传输过程都传输什么东西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传输的计算方法 我们在选择购买服务器或者是虚拟主机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个词叫做带宽 我们家里或者是工作单位上网也会遇到这个词带宽 一般我们上网的带宽都是光纤的 有10兆、50、100兆 以前的上网方式是ADSL 那时候是1兆或者是2兆 最大也就4兆吧 我们上网的这个带宽 这个兆数是指的是下载的速度带宽 并不是上传的 一般我们上传文件速度是被限制的 服务器和虚拟主机的那个带宽 是上传和下载的带宽 它是一样的 有1兆、2兆、4兆甚至更高 以阿里云的虚拟主机为例 它的虚拟主机独享的一年700多块钱 那个是1兆的带宽 怎么理解?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网站的通栏大图片 就是那个非常大的图片 一般一张图片是300多K 如果有轮波的话 就是三张图片轮波加在一起是1兆 但是这个图片文件的遗照和那个虚拟主机的带宽那个遗照 不是一个概念 虚拟主机带宽的那个遗照 换算下来相当于是120多K 一秒钟120多K 需要8秒左右 才可以把这三张图片 从服务器下载到用户的浏览器 但是一个网站的首页 绝对不止这三张图片 还要有其他图片 除了图片 还有首页的HTML 还有样式表CSS 还有GS 有的还有视频 本地视频或者是外链视频 要把这些文件统统加载完毕 你猜猜需要用几秒 给大家一个建议 用户在打开一个新网站时 尽量控制在10秒之内 让他看到网站 如果这个时间能控制在5秒以内 就更好了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 首页的文件全部加载 控制在两三兆 是比较完美的 如果首页内容不多 加载量越低速度越快 一步留神六分钟过去了 这节课我们算开了一个头 下节课我们继续聊 下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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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